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闻全视角 我是凯西 近日 有网友在三亚某五星级酒店偶遇李湘一家三口 根据网友拍到的照片来看 这次除了李湘自己穿着桃红色的衣服比较抢眼 王月伦和王诗玲的打扮都十分低调朴素 尤其是王诗玲只是穿着简单休闲的运动装 长发简单扎起来 看着还有点乱 期间 王诗玲和爸爸的互动很有爱 王月伦脱腮看着女儿的动作很慈爱 两人随后还互相搭着肩膀离开 李湘则一个人走在前面 并没有加入妇女的亲密互动中 不过 今年11岁的王诗玲这两年来真的发育很好 只见她的身高已经到了爸爸王月伦耳朵处 据悉 王月伦身高1米78 这么看 王诗玲身高也有1米7了 不仅身高很有优势 从照片来看 王诗玲的肩膀和手臂很壮实 和爸爸王月伦一起 体型竟然差不多 王诗玲身材高大又壮实 一看就是属于青春期发育很好的那种 其次 王诗玲的身材也有些遗传了妈妈李湘 都是属于比较圆润有肉的类型 特别是下半身很突出 小时候的王诗玲虽然一直是属于肉肉的女生 但更多是表现在圆圆的脸上 随着年纪的增长和身体的发育 王诗玲的身体也开始有了明显的肉感 11岁的王诗玲能有将近1米7的身高 和这么壮实的身材 除了先天的遗传因素 和她从小到大被复养的生活也很有关系 李湘的豪气相信很多网友都有印象 王诗玲是李湘夫妇的独生女 所以李湘夫妻从小到大都很宠爱王诗玲 这个宠爱贯彻到衣食住行 教育和才华培养等各方面 按照李湘之前在节目中透露的 她家每个月光是伙食费就高达7万元 很多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 恐怕都没有这个数目 一个月7万元的伙食费 李湘一家三口不仅是吃得多 而且还是吃得好 据李湘透露 她家里的冰箱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进口水果 而且他们家很喜欢吃肉 各种烧鸡 烧鹅 烧鸭不会断 在有这样的饮食习惯的家庭中成长 王诗玲才11岁就发育得这么好 也好让人理解了 当然 富洋女儿的李湘不仅仅把钱花在伙食费上 前段时间就有人从王诗玲穿着校服的照片中发现 王诗玲就读的是北京某国际学校 她就读的年级每年的学费高达25.9万元 看来李湘在培养女儿方面真的很舍得 王诗玲的爷爷是大画家王辉 不少人应该听说过 王诗玲爷爷每年给孙女画一幅价值不菲的油画的事情 而且王诗玲在爷爷的艺术气息熏陶下 也对书法和油画很有兴趣 王诗玲之前画的一幅孔雀图 曾拍卖出了10万的高价 王诗玲这个新二代也是很有才华的 李湘的生活作风一直被不少人认为金钱位太重 她从小到大对女儿王诗玲的打扮也是离不开奢侈品 但其实王诗玲算是出生于艺术家族 从小才华出众的她还是很难得的 1976年李湘出生 那时李湘的父亲是一名军人 拥有大好前途 而母亲也有着一份不错的工作 也因为这样的缘故 自小的时候李湘的成长环境还算是比较优越的 父母能够尽量给她的东西也都给了她 还经常会教她一些为人处事的道理 自然而然在这样的家庭下成长 李湘也从小养成了自立自强的性格 无论是在学习上还是生活上 李湘总是能够积极地进行规划 并达到自己的目标 17岁那年 李湘放弃了被保送至天津大学 而是选择考试 最终进入到北京广播学院 自此 李湘开始走向自己辉煌的主持生涯 凭借着出色的主持能力 大二那年 李湘便先后前往北京电视台 以及中央电视台进行实习 那是李湘第一次从电视上看到自己的身影 看到自己身影的时候 李湘有着感动 也有着喜悦 他更加坚定了要一直在这条道路上行走的梦想 努力地希望能够在主持界当中留下自己的足迹 其次 在和李厚林恋爱之前 李湘曾在大学的时候也邂逅了自己的初恋 那时 和李湘同在主持界的官卫民 是李湘众多的追求者之一 在官卫民切而不舍的追求之下 青涩的李湘很快便动心了 两人走到了一起 彼时 作为主持界的佼佼者 两人都有着不错的发展 而其中 李湘的发展更为的省 可渐渐地 随着两人主持风格的不同 李湘逐渐地被观众们所记住 而官卫民则因欠缺主持上的一些火候 因此很快被淘汰 自然而然地 两人之间的感情 也随着彼此事业发展的不同去向 而走向了背离 这之后 李湘并没有多问感情 而是自然而然地投入到工作当中 也正是在那一年 李湘的事业迎来了红火期 因加入了综艺节目《快乐大门营》 而成为了舞台上的综艺一姐的存在 2004年 李后林和李湘因一场时尚活动而及时 在这场活动中 在主持界有所名气的李湘 一眼便看中了李后林 而李后林也很快便对李湘发起追求 后来便和李湘闪婚 走入了婚姻的礼堂 李湘原本以为自己遇到了真爱 所以即使是刚认识和了解的时间不久 可李湘还是坚信这就是真爱 未料婚后的生活却和她想得大相径庭 而李后林在事后采访的时候也说出了 大街上随便找一个女人都要比她强的话 早前李湘和李后林结婚之时 确实是令人能够感受到其中满满的甜蜜 可渐渐地随着两人事业的繁忙 以及李湘女强人本性的显露 彼此之间也开始出现了隔阂 于是很快的这段婚姻便以彼此工作繁忙 没有沟通时间而作为了结束 也是在这个时候 李湘与经常帮她拍MV的王月伦相识 比起李湘来说 王月伦当时并没有什么名气 只是因为帮李湘和其他艺人拍了MV 而开始被人所知道 这之后又是因为李湘加盟的十全九美 而小有名气 可以说王月伦除了她本身自带的一点才华之外 很大程度上能够走上来 也是因为李湘 这之后 两人婚姻的曝光 更是使得王月伦一下子站上了台前 并在之后 凭借着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儿》迅速走红 可以说 王月伦能够走到现在 背后也少不了李湘的推动 而李湘作为女强人 自淡出主持界之后 却一直备受争议 而这其中争议最大的 无非就是她的投资房产 以及奢侈的日常生活 由投资房产这件事来看 李湘确实是理财的一把好手 年纪轻轻之时 便买下了不少的房子 对于自己奢侈的生活 李湘从来并不觉得有什么 相反的 她还灌输在了女儿的身上 王时玲手上的一个包 一个表 有时候都要上百万 很多人因此都觉得 李湘把女儿装扮得不像个孩子 对于李湘来说 自己手上有的是一手好牌 何况又拥有各地的房产 即使只是吃老本 她也能够活得潇洒 更何况 现在的她 还不仅仅只是吃回自己的老本 而是作为女强人 开拓着自己的疆土 进军芒果TV 上各式综艺 到如今又走向了直播行业 一会儿 明镜与点灯 进行业